1 麵 2 湯 3 味 和 4 迴響 Hey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讓我們掌聲歡迎新的場景 今天的影片呢 主角 欸欸不是我 是知道今天要拍片還在睡懶覺的人 蛤? 腹還這麼長 這次EAN從日本來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說 欸你可不可以帶一點日本的泡麵或零食給我 就是想說可以囤個貨 然後他就說 欸還是我們來做一個泡麵的評比 所以這次呢 就請EAN在日本的朋友幫他去便利商店 買了兩款很特別的泡麵 也就是有米其林一心殊榮的泡麵 所以今天就是要讓EAN來盲測 然後吃出哪兩個是米其林一心的泡麵 今天總共有四個參賽者 第一個是我們阿富里的柚子鹽拉麵 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這個米其林一心的明龍蛋蛋麵 第三個呢也是米其林一心的 我不知道怎麼念的醬油拉麵 第四個呢 是我們台灣的驕傲 滿漢大餐的真味牛肉麵 今天這四款泡麵呢 他都完全沒有吃過 所以他也不知道裡面的味道是什麼 他連這兩個泡麵長什麼樣子都不知道 是我剛才打開的 那我現在就準備去泡麵 然後等一下就讓那個人來評測一下 每一個泡麵他給幾分 然後最後能不能猜出 哪一個是米其林一心的泡麵 Let's go 這樣我看不到 來來來來 OK好 來來來來來 好 這椅子 喔 喔 喔 你的腿太長了 等一下 Ian 這是擠 蛤 今天的參賽者呢 分別是 準備好了嗎 今天的評分標準呢 第一個就是麵 第二個就是湯 第三個是他的味道 第四個是 就是你以後會不會再回購湯 喔 回購 對對對 OK好 好 準備好了嗎 那我們就開始囉 好 哇 味道超好吃 好好好 來 太難了 對對 它味道像一般 湯 這個比我想像的還要難 麵的口感給它6分 是挺好吃的 但是它沒有把湯的味道 吸收到麵裡面 湯好像有一點Yuzu的感覺 我等一下說錯了會很後悔 給它一個 我其實蠻喜歡這個湯的 7分 7.5分 味道還蠻香的 給它8分 味道還蠻香的 你會不會回購 好像不會 對 我覺得我還好 接下來是我們2號參賽者 這超好吃的 可以嗎 有醬汁嗎 我沒想到她有醬汁 但它真的很好 可以再試一下嗎 對 麵給它8分 我喜歡麵有一點咬勁 這個麵泡出來 有咬勁 然後麵上還有濃濃的湯的味道 湯給9分 9分太高了 8.5分 味道7分吧 會不會買呢 好想這個會 接下來輪到我們3號的參賽者 What the 是那筍 麵跟湯一起 這個的麵太軟了 可能只有5分 湯給它個7分 我很驚訝裡面有筍 因為泡麵怎麼會有筍 味道7分 會不會再回購 我不會買 接下來是我們最後一個參賽者 燈燈燈燈燈燈 最後一個 OK OK 可以試一下湯嗎 OK OK 好 有一點辣辣的味道 有一點台灣牛肉麵的味道 等一下 我很混亂 怎麼會有牛肉 沒有OK而已 給它6分 有一點台灣牛肉麵的風味 所以 讓我有一點想加 你又不是台灣人 欸 我是台灣人 湯給它7.5分 我還滿喜歡那個味道的 所以 7分 一直想到那塊牛肉 那塊牛肉挺好吃的 想到那塊牛肉就覺得 如果要買泡麵 可能會買這個吧 以上呢 就是我們4個泡麵都試吃完的評分 加起來呢 我看一下從第一名到最後一名的排名 會是第二碗 第一碗 第四碗 跟第三碗 那你現在知道 有哪兩個是 就是AD幫你買回來的 米其林一新的泡麵嗎 我知道 我還不知道 但是我還沒有看到那個泡麵耶 當然 這是盲測啊 就是你覺得哪兩個值得 可以擁有米其林一新的味道 就甜麵兩個吧 OK 1 2 3 好涼 看不到 反正這個是枕頭套 看不到 所以你剛剛選的是這個 Afruri的柚子鹽拉麵 還有這個 你猜中一個 這個是明龍的蛋蛋麵 其實我應該知道 它有柚子鹽 其實你給最低分的是另外一個 米其林一新的泡麵 那個是水 對 然後這個是我們台灣風味的 馬哈大餐 今天因為一眼只猜中一個 所以你等一下要負責收拾這些所有的東西 這個蛋蛋麵 這個蛋蛋麵 接下來呢 我們兩個就要把這四碗泡麵 一起把它解決掉 你準備好了嗎 好多泡麵喔 我剛剛自己在旁邊聞 我也覺得好想吃喔 尤其是這個 這個聞起來真的超香的耶 這個真的比別的都還要好 真的 我剛剛真的認真的覺得它蠻好吃 啊快糊掉了 好我趕快來吃它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給我一個thumbs up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會把今天泡麵的資訊都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所以如果有去日本玩的話 近期應該還可以在7-11買到這兩款 很厲害的米其林一新的泡麵 這樣以後再多買一些日本有趣的東西來給我吃 沒問題 那就這樣子喔 掰掰 好我下次要來慢慢解釋 好吃 超好吃的 對 現在Synthia吃的是我覺得最好吃的 吃對不對 你可以現在先幫我豚個鍋嗎 真的很好吃耶 你怎麼會吃不出來阿富里啊 阿富里我們上次有吃過真的泡麵 有啊我知道它是 我知道它是Yuzu啊 但你沒有猜到它是阿富里 因為我不知道裡面有阿富里 這裡的Yuzu沒有像它的真正的麵的Yuzu那麼好吃 這個不太好吃 這個不太好吃 我不喜歡 這個就不用多說了啦 馬上大餐大家都知道了 從小吃到大 我差不多了 接下來交給你 1 麵 2 湯 3 胃 4 回想 如果喜歡比較淡的湯 這個湯好像比較 隨 不喜歡太鹹的人